第一個當然會遇到問題就是怎麼樣把這個鴨子去背 去背之後的話再放在我們的背景 背景裡面 OK 背景裡面的話你會發現等一下還需要做幾個效果 把它放過去之後 第一個 這下面需要有一個好像有一個臉衣 好像有點鴨子真的就是浮在那個水面上的那個效果 第二個就是說 這邊的背景本來這條線 白色的線它是直線的 要把這個直線改為什麼 有沒有 直線改為這個有點彎曲的效果 把這個效果變成彎曲的 那首先第一個呢 要怎麼樣把鴨子 放到背景 OK 那第一個當然很簡單嘛 這個時候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魔術棒工具 或者快速選舉工具都可以 因為它的背景 都是單一顏色 所以其實你可以點擊 特別主要用加的好了加選 點擊它 OK那一塊 不過它好像沒有連續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全部選取起來 然後再利用什麼 選取裡面有個什麼 反轉 壓就選好了 或者第二個方法的話把它取消 記得把它取消 取消 第二個還可以用魔術棒 我好像感覺應該魔術棒會比較快 為什麼 點一下 全部就好了 有沒有 因為剛剛那個快速選舉工具 它會一塊一塊慢慢再加 那魔術棒工具呢 它一次就完成了 所以以後呢 你只要特別注意 你會發現有些像那些攝影棚 它背後一定是單一顏色 不是綠色就藍色 要不就白色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 它在做去背就很簡單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現在那個電視台 電視台 它背後那個什麼布景都會變 而且改變很快 主要是因為它攝影棚裡面 它背後實際上就是綠色 或者是藍色 那主播在前面 你會以為它好像後面有很多 變來變去 實際上它沒感覺 它後面只是一面白 一面那個同一顏色的牆 另外現在拍電影也是一樣 現在好萊塢電影有沒有 其實也都這樣 背後你看起來 它後面好像有一艘很大的船 或者有什麼怪物 實際上後面什麼都沒有 OK 所以也是利用類似的效果做出來 那第一個 記得把它用選舉之後的話 再利用反轉 因為呢 剛剛點擊的時候呢 是選到背景 把它反轉過來 反轉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做什麼呢 Ctrl C Ctrl C就複製嘛 切到背景的地方 Ctrl V 貼上 壓著就過來了 OK 所以其實非常簡單 這樣如果要去背的話 假設你要做一點什麼事情的話 你就找一個背景 好像這邊白牆嘛 你就拍個照把它去背一下 放在假設你很想要去 什麼巴黎鐵塔好了 跟巴黎鐵塔合照 你就找一張巴黎鐵塔 這樣你自己的照片合成起來 不就是好像你真的去到那裡 我還發現真的有一些朋友是這樣的 他為了好像要 營造自己去過很多地方 其實是合成的 OK好 那當然也不需要這樣吧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 把壓子放過來之後的話 還需要做什麼呢 做底下這個效果 那特別注意 其實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塗層 背景的塗層裡面 有一個塗層衣 這個塗層衣 請你把眼睛打開 眼睛打開有沒有發現 底下實際上就會有一個水 好像水的效果 那請記住 把壓子放上去 這個塗層就 就到底下 因為他是在下面才對 那因為我們複製貼上 他會把那個塗層 放在第一個塗層的下方 那把它移上來 可是呢 我要如何把 這邊的這個效果給做出來 這個效果 底下有沒有 有個連液的效果 那這個連液的效果 特別注意 因為呢 我這個連液的效果 第一個 要針對什麼 針對的是 這個圖層 哪個範圍呢 這個範圍 去做出 剛剛連液的效果 所以特別注意 請各位注意 等一下那個連液的效果 它在題目裡面 是跟我們講 是在哪個地方呢 在 鋸齒狀 使其 呈現出 那個結果有點像 視覺化的效果 那特別注意呢 我們的 連液 因為要做在這個範圍 所以請記住喔 我先把鴨子 不要打開好了 那如果說我要做出那樣的效果的話 在濾鏡裡面呢 有一個叫什麼 扭曲 裡面有一個叫鋸齒狀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你可以把它增加一個鋸齒狀 這邊比如說可以最大100 最小是 負100 那如果我今天增加的話 那比如說我今天增加大概 差不多八十幾吧 我印象中大概八十幾 可是你按確定的話 你會發現呢 它的效果變這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現在沒有告訴它 你要做的效果在哪裡 所以它會針對什麼 整個 整個 你整個的這個範圍 去做效果 所以特別注意 這樣的效果不對 Ctrl、Auto、Z 記住喔 先用什麼呢 上面有一個叫 舉行 舉行選舉工具 把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告訴它說 我現在的那個鋸齒狀的效果 只有 針對這個範圍 不要 上面的部分就不要了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確定一下 它的範圍 它的圖層 一定要是在 這個圖層上面 你不要選錯 選到那個 鴨子的話 那鴨子變成什麼 鴨子臉上 整個變成 鋸子狀 OK 再來做什麼呢 濾鏡裡面 有一個扭曲 扭曲裡面有一個鋸子狀 那大概 數字我大概調了一下 我好像是它八十 八十幾吧 84、85 OK 按個確定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就會剛好在什麼呢 連一呢 就會剛好在落在 這個選舉區域的 中間的範圍 那因為剛剛我沒有選舉 所以 它的效果會變成是 這個範圍的中間 那這個範圍的中間 變成有剛剛那個 那個效果 變成連一就在中間這邊 那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呢 請你先用 舉行選舉工具 然後選一個範圍 利用那個 濾鏡裡面的這個 扭曲 鋸子狀 那數字我剛剛調了一下 大概84、85左右吧 好 那做好之後的話呢 記得喔 再把這個曲線 也就是選舉區取消 選取取消 取消選取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把那個 鴨子 的眼睛打開 這個時候鴨子就剛好在這個位置 當然如果你要再做更精細的話 我看一下它基本上 它是在這裡啦 我覺得應該喔 可以把什麼呢 把這個鋸齒狀 把這個中間的漩渦 怎麼樣 移到 應該過來一點點吧 因為你會發現 你的鴨子 感覺好像在這個位置 所以 應該再過來一點點會更好 那如果你要更 做過來一點點的話 實際上 你在選的時候 你就選這一邊就好了 其實你選這邊 它中心點就剛好在這裡 有沒有 OK 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去調整 好這裡的話 我想可以試一下 把那個 如何製作 一個那個 鴨子 先把鴨子 移到那個背景 並且在鴨子的下方 製作出一個 聯繫的效果 聯繫的效果 這裡我想各位試一下 好